一个接一个叫号 台北国税局不少人前来办理 遗产税赠予税申报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 越来越多人提早关注 该如何进行财产传承 才能避免被课高额税金 现在不少父母结税观念家 在每人每年享有244万元的 免税额度内赠予财产给子女 并想有赠予税免税证明书 但如果后续有资金回流情形 恐怕会做白工 因此金流矩正才是关键 单纯是看赠予赠予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要去看他的金流 确实是小朋友自有资金 但是如果父母亲 他其实后面他可能有自己的需要 或是有其他的规划 再从小朋友的户头 把当时他赠予给他的钱再提出来 可能就有涉及到说 其实资金有回流的情形 那这个赠予的部分 可能他的效果就没有达到 越来越多民众会选择 透过赠予的方式来无痛移转财产 根据财政部统计资料来看 2006至2023年 移产税由235.16亿元 增加至368.47亿元 增幅达五成六 但赠予税则是由51.77亿元 增加至250亿元 涨幅近四倍 显示纳税人积极运用赠予税的免税额 来保障家庭财富延续 善用每年度的244万的免税额度 税法规定里面 要有一个不记录的规定 子女他的婚嫁的时候 当年度 那父母亲都可以给小孩子 这个一百万的这个 一百以内的这个婚嫁赠予的财物 那另外呢 就是说如果父母亲呢 家里没有农地的话 那子女的部分呢 他也是属于是可以不记录的 那这边都是可以利用 但在节省遗产及赠予税 需要考虑自身财产多挂 和财产移转时其他的税负负担 就有一位民众把过世父亲 留下价值上亿元的透天店面 一半产权分配给妈妈 另一半继承 省下三百多万遗产税 但近日想把透天店面卖掉 却发现要缴一千一百万 土地增值税 吓到不敢出手 根据遗产及赠予税法规定 夫妻其中一方往生 另一方可依民法第1030条之一 对死亡一方留下的遗产 依双方财产差额 先行请求平均分配 分配完剩下的遗产 再申报遗产税 虽然这是结税的好方法 但不适合用在不动产 专家也提醒 尤其很多人考虑生前将房产过户给子女 不过这等同于赠予行为 并非完全免税 而且未来子女出售房产时 恐怕就得面临到高额的房地合一税 可能10年内你就要出售 那这样九二我可能会 你结到赠予税 但是未来是会去客到我们的房地合一税 而且让这个所得税的房地合一税会加重 用公交限制的话 它是市价的一半 所以一千万的房价 当时的买价 你公交限制可能只有五百万 那你多这五百万的利润 你要客10%到45% 也就是说你要多客50万 到两百多万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很大 所以如果是房地产赠予之后 要转售的话 这个部分就不可不注意这个事情 如何结税已成为当代重要课题 尤其不动产过户细节多 做决策前得多向专业人士请教 才能成功结税减轻负担 TVBS新闻 黄冠伟德燕轩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